她來的分享 我們歡迎怡欣 大家好 我叫怡欣 然後呢 我覺得我今天在這邊 真的有點不知所措 因為我覺得我跟大家的那個 那個人生的職質 然後做的事情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為什麼她會一直往前跳 然後呢 我在這邊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一點 是這邊就像剛剛我們大家講 大家都很青春洋溢 甚至於我剛剛發現 有一些人的年紀幾乎可以當我學生了 那我本身的身分其實非常的衝突 其實我的身分其實非常的衝突 我本身是藝術創作者 然後我也是教育者 因為其實在台灣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要專心做創作的話 其實還蠻困難的 所以我們通常在做創作的同時 其實你還是要有另一份工作來養活自己 所以我的生活就在大家所謂的死工物園 跟你們覺得非常浪漫 然後非常高不可攀的那種 浪漫藝術家之間拉扯著 對 那我今天基本上主要呢 會介紹一下就是我如何看待藝術這件事 因為我的藝術可能跟你想的那種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 然後我先大概講一下 我覺得我不一定有什麼豐功偉業啊 或者是什麼成功的案例在這邊跟你分享 那我今天比較想要做的是 把我過去四五年來經歷過的事情 我去過的地方 然後跟你做一個很簡單的分享 那我今天主要的一個起點就來自於2007年 我在2007年的時候呢 那是我那時候的作品 就跟大家現在時下常常看到了 台灣非常喜歡那種所謂的 動漫啊 插畫 可愛 浪漫的那種小確幸 在那個時候我也是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那2007年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現在是你們要幫我按是不是 因為我發現我按他都不理我耶 好 2007年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在2007年的時候 我就是那時候我工作了幾年 然後帶了一點點的積蓄 那非常幸運的 我得到美國那一邊的獎學金 所以呢我就開始到 美國去那邊念我的碩士 然後在接下來的四五年期間呢 我的不管是我的心理或者我的生理 經歷了非常大的移動跟變動 好 再下一個 所以呢我在短短的四五年之內 我流浪了非常多的地方 從美國的亞特蘭 美國的那個喬治亞州到法國 再下一個 然後再回到亞特蘭大 完成我的碩士 然後 再到紐約又去住了一年 然後最後呢 我又到了紐西蘭住村 然後呢在我回台灣之前呢 我到了尼泊爾去住了兩個月 然後我在2013年的時候 回到了台灣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生活可以這麼的浪漫 可是他並不是 那是因為我們的一種職業的特質 因為對藝術家而言 我們除了創作之外 我們會有一種 申請藝術村 所以我們是有一種住村 那所謂的住村就是 他提供你一個空間跟環境 你很專心的就在那邊做創作 所以他浪漫的來說 他是一種竹水草而居的生活 可是如果就現實面而言的話 他其實就是不停的在尋找自己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2007年的時候 非常幸運的 我得到這間學校給我的獎學金 不然我想我一輩子 大概也不可能出這個國門 因為美國念書非常非常的貴 那這是我去美國念書之前 我對於美國文化的一個想像 因為我其實沒有出過國 那沒想到一出國呢 就去到了美國南方的這個小鎮 那在我去美國念書之前呢 我們都知道 美國文化在媒體上看到 就是這個樣子 Superman 然後光鮮亮麗 全部都是白人的世界 可是沒有想到 我到達喬治亞洲的第一天 這是我看到的美國生活 因為他是南方 那那個鎮呢 他是南北戰爭期間 唯一留下來的一個小鎮 他們是為了送給林肯總統 因為在南北戰爭的期間呢 北方的大將軍 當他往下打的時候 他是實施那個 那個就是他會燒毀 岩鎮所有的一些城鎮 可是當他到這個小鎮的時候 他發現太美了 他捨不得燒 所以他就把他留下來 送給了林肯總統 可是這個地方也很非常吊詭的地方是 他是當初 美國人運黑奴到這個地方 來販賣的一個港口 所以他有非常特別的一個歷史背景 然後這也是我一輩子第一次 在一個高達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都是非裔美人的地方生活 那在這樣子集聚的一個文化的衝擊 還有環境的一個改變之下 我發現我的藝術作品也開始被改變了 然後我開始從平面的 你剛剛看到很傳統的那種媒介 然後我開始進入了空間 然後甚至於我開始從2D的一個視野 開始進入了3D 那在這一張裡面 我甚至於把2D跟3D做一個混合 我把一個3D的空間 我甚至於故意把它壓縮平面畫成像漫畫一樣 所以我替每一樣物體 生出了粗粗黑黑的框線 讓你感覺你好像是在一個圖畫書裡面 然後甚至於呢 我對於美國那種極度浪費的消費文化 開始產生了一些聲音 所以我開始到他們的一些大批發場 就是像類似家樂福這樣的地方 我開始購買他很多的所謂的現成物 然後我利用這些現成物呢 我組裝成為一件所謂的裝置藝術的作品 那這個裝置藝術呢 本身看起來非常的漂亮跟華麗 可是實際上他又不能用 那這個作品呢 我叫他做派對飲料機器 為什麼叫派對飲料機器呢 你如果仔細看會發現 在這個機器的左邊 他有各式各樣的飲料在那裡 有他們最喜歡喝的可樂 紅酒然後果汁 然後在這個機器的最右邊呢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杯子 然後杯子裡面都有注入著飲料 然後在每一個杯子的前面呢 都有一條非常非常長的吸管 那吸管大概有一兩百公分 那我就是邀請觀者 他要非常用力 然後非常費力的去吸取這個飲料 所以我在作品裡面 其實同時在探討一種就是 繪畫作品的無力性 你非常努力 你很認真的做這個東西 可是實際上呢 你不一定他有實用的功能 然後在這同時呢 我發現繪畫不再能夠滿足我了 所以我開始想 有沒有可能我的身體 也是創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做了一件 其實我一直在台灣非常想做的事情 可是都沒有總做的事情 就是我用自己的身體當畫布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個地方 我用了一種非常傳統的形式 基本上我的作品 其實都是在談最傳統的東西 就什麼是繪畫 可是我想要用一種新的語言去談它 所以呢 然後我就把我的鏡頭弄成像傳統 山水的那個形式的畫布 然後我把自己的身體當成畫布 然後呢 過程中 我把自己的身上那個頭髮剃掉 剃光頭 因為我想要探討的就是 在繪畫的過程裡面 當我回到一個零的狀態的時候 然後我在身上 染上的三個顏料 紅、黃、藍 就是學設計的人大概都知道 因為這三個顏料是色彩的三原色 所以我就把這整個過程拍成了一個錄像作品 然後在同時呢 除了做這樣子的錄像之外 我開始發現攝影的迷人性 因為在過去我就只是畫畫 我就是把它畫得很像 可是我後來就開始覺得攝影它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開始對自己的身體也產生了興趣 那就像剛剛我一開始講的 當你到一個藝文化的時候 我覺得我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藝術家花很多的時間在思考自己 然後我們非常非常的敏感 敏感到有一點點小小的不對勁 我們就會一直想一直想 講難聽一點有點像鑽牛角尖 那當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對自己最大的一個感覺就是 在台灣的我一直很自豪 不管我怎麼吃都吃不怕 可是到美國的時候我發現 莫名其妙不做什麼事就開始慢慢的發佛 所以呢我就開始想 我有沒有辦法用我的身體當做一種工具 去介入這個社會 因為常常就像很多人講的 你們藝術家就是活在自己的高格隆裡面 你們都不曉得我們這些人間疾苦 那我自己是來自於一個藍領的階級 我爸媽根本不曉得我在幹嘛 他也不曉得為什麼要藝術的存在 所以我常常是用一種藍領階級的觀念去介入 看這種白領階級的產物 所以呢我就在我的藝術裡面 我就開始想 有沒有可能我的藝術對這個社會 是有一點點幫助或有一點點的好處 所以我開始做一個 這要做什麼互動的作品嗎 我開始在我的社群裡面貼出了公告 那我開始問我身邊的人 你需不需要免費的服務 我可以幫你做 那唯一的交換條件就是 你要幫我拍攝 你幫我完成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所以呢 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我開始 譬如說 我幫人家免費的洗碗 可是呢他提供我場地 他幫我拍照 或者呢 對甚至於跟他合作 然後幫人家倒垃圾 甚至於呢我戴上了這個 看似有點恐怖有點可愛的面具 我開始進入了別人的社交生活 我嘗試去跟人家聊天 搭關係 say hello 甚至於呢我到人家的後院去幫人家掃地 幫人家儲場 甚至於呢我開始進入了這些上流階層的狂歡派對 然後我跟這些貴婦們聊天講話 那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在這個文化裡面 我是一個外來者 我是個亞洲的女性 然後我進入這個以白人為主的社會裡面 進行一種類似文化干擾 然後呢跟美女搭訕 甚至於呢跟明星造相 那你看到這些場景 基本上都是駐村而來的 因為在美國很流行就是一些藝術家 他們有能力 他可能就在鄉間 他就弄了一個藝術村 然後會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 來這邊合作 所以你看到這個場景 是我參加某一個藝術村 那個人非常的有名 他認識了很多達官險要 他辦了一個募款餐會 那我就利用這個募款餐會的環境 做了這樣子一個文化干擾的計畫 然後更甚者呢 有藝術家邀請我去幫他完成作品 然後當他抓著我的手 去完成他作品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 我是他的一隻筆 還是我是一個人 那這是最後我們完成的作品 包括我身上所有穿的衣服呢 都是他幫我設定的 包括那一隻不合腳的拖鞋 那都是他的 那這是另一個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當我在紐西蘭住村的時候 有一個教授每天都跟我抱怨說 他早上都爬不起來 那我就自告奮勇的說 好那我每天七點打電話叫你起床 然後甚至於呢 在當地有一對couple 有一對夫妻 他說欸 冬天快到了 來幫我們劈彩吧 然後他這也是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甚至於開始想 我除了提供服務之外 我有沒有可能進入這些陌生人的生活裡面 所以呢你看到的這個是在網路上 在紐約的時候我們做的一個計畫 我們進入到這些陌生人的生活裡面 然後我給他看這些所謂的名畫 然後我們來討論他對這個名畫的感覺 我們有沒有可能一起合作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的地方是 這些平民百姓也變成了藝術家 我反而變成他的協助者 這也是 然後更有趣的是 這些人最後都變成了我的好朋友 然後這是他的原畫 奧林皮亞 我們把原畫 然後運用現代的方式去改變他 然後最後我要分享的是 在2010年的時候呢 在我回台灣的前一年 我在整個人身上遭遇到非常大的低潮 然後我就決定送了雲門的流浪者計畫 那在雲門的流浪者計畫裡面呢 這就是尼泊爾的山 尼泊爾的雲 我沒有做任何的後製或PS 他就是這麼的漂亮 然後我在雲門的流浪者計畫的一個計畫的內容是 我要去尼泊爾去看他們當地的一個NGO組織 那那個NGO組織主要在做性別的 而且他把他的焦點放在所謂的第三性 那我的旅程很簡單 我從香港出發飛到加薩滿都 然後這些所有的粉紅色的線 就是我一個點一個點 坐馬車坐吉普車坐火車 一個點一個點跑出來的 那我要做什麼 我要去尼泊爾的每一個地方 看這些第三性的生活 尼泊爾是亞洲最貧窮的一個國家 這個習以為常 可是他竟然有最前衛的地方 在他的銀行的登記提款單上面 他的性別欄位竟然有 第三性 我可以不要當男生 我可以不要當女生 我甚至可以選擇這個 下一個 那這個NGO組織 他們主要在尼泊爾做什麼 第一個 宣導安全性行為 防放艾滋病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們讓這些第三性有工作 然後不會受到欺負 然後甚至進行庇護 那你在左邊看到的這一個 就是在尼泊爾當地最紅的第三性 因為他得到第三性選美皇后的冠軍 那他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是少數 有錢可以做變性手術的 那在他的右邊是他的同事 最左邊那一個是 他原本出生的時候 身體是男生 他變性變成女孩子 然後這是他們的那個 同志大遊行 那你會非常驚訝的看到這些人 在一年裡面365天 就只有這一天 他可以興高采烈的 然後穿著自己最美麗的衣服 然後最快樂的走在路上跳舞狂歡 可是其他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是被嘲笑 然後是被歧視 甚至於是淪為性產業工作者 那我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發現我跟以前不一樣了 我開始發現 我不再想要只做自己的東西 我開始想要用我自己的能力 可以來回饋台灣這個社會 所以我開始加入了台灣 非常多的NGO組織 那大部分是做志工 那我第一個加入的組織 就是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就是現在所謂的伴侶盟 那伴侶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件我覺得還蠻酷的事情 他們在凱達格蘭大道上面 席開一百桌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推一個婚姻平權的法案 那基本上我在這些NGO裡面 扮演的角色就是 平面設計師 因為大家都知道NGO其實沒有錢 他們沒有辦法做出非常高品質的設計 那對我而言 這是我綿箔之力 我唯一可以為台灣的少數的族群做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為他們設計很多的貼紙 海報 甚至於他們的行動標語 然後他們的網路上的banner 還有他們的貼紙 甚至於我們開始參與策略 在去年的1130 互加盟曾經在總統府 進行一個非常大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選擇一種最溫和的方式 我們在立法院前面 我們非常溫和的和平的 排了婚姻平權這四個字 然後我同時也有幫一些宗教團體 做他們的宣傳物 甚至於聯合券目 這是聯合券目今年最新的一個廣告 目的是為了招募那個募款 然後替這些產障朋友購買一支 然後這是我人生第一次 這麼接近的跟產障朋友接觸 也是第一次我握著那個抑制在手中 才知道原來那支抑制是這麼的重 這麼重這麼難用 可是他竟然要二三十萬 非常非常難想像 所以我就用了那個女孩子的抑制 然後做了這樣的一個平面廣告 那最後 不好意思我知道已經超時了 最後我只想用這一句話跟大家分享 這是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他一個女性的黑奴 他原本是黑奴 他自己跑了出來 那成為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廢奴主義者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每一個偉大的夢想 都由一個夢想者開始 只要你擁有力量耐心及熱情 你就可以勾取心心改變這個世界 我不敢說我是那個夢想者 可是我只是想在這邊 就期許大家每一個人 你做的事情就算是很少很少 都不要小看你自己的能量 然後你就是一個發光體 謝謝 然後最後可以工商廣告一下嗎 就是我在那個桌子上 我有放了一些簡單的DM 這是我現在在成品辦的一個展覽 那其實也很能呼應這一次的那個服務美學 就是我的創作基本上就在強調一種服務的概念 那這一次的展覽名稱叫馬良便利店 那他是在成品的三樓 Art Studio 那整個商店呢 我把它搞成像便利商店一樣 那在便利商店裡面呢 我們有五個禮拜天的下午 五個週末的下午 你可以來找我 告訴我你想要什麼 我畫給你 我會把那件藝術作品送給你 可是你要跟我講你為什麼想要 還有你要的故事 所以就是在這邊 所以他才故意把這個DM設計成 像那個便利商店的樣子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歡迎上網查一下這個事件 謝謝